波利維亞的永家思路 是全世界風景最美 也最危險的道路之一 想像一下 沿著超高的懸崖步道 眺望翠綠的波利維亞叢林 和迷霧山脈 真是太美了 不过当你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只有三公尺宽的道路 而且其中某些路段甚至还没铺平 这可能就会让你鸡皮疙瘩了 而这是有原因的 每年大约有两百多人会在爬山的时候发生事故 没有护栏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你比较喜欢散步的话 不妨考虑一下巴基斯坦的胡塞尼大桥 这座桥呢 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吊桥 不过巴基斯坦内 也有许多桥处于相同的情况 这是一座穿越波利特湖的吊桥 吊桥不但很长 也很恐怖 许多桥上的木板都不见了 整座桥又在风中摇摇欲坠 不过呢 虽然它又老又旧 而且感觉只要走上去就会摔到湖里 这座桥 仍然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旅游景点哦 嗯 至少下面的湖不是坦尚尼亚的纳特龙湖 如果你掉进波利特湖的话 还有机会存活 但是如果你掉进了纳特龙湖 那你大概就完蛋了 这里10.5的PH值 可以让你的皮肤直接融化掉 与其说是湖水 不如说更像是墙茧 难怪这里这么安静 几乎没人想住在这儿 不过成群的红鹤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到纳特龙湖繁殖 在这期间 整座纳特龙湖会变成一片美丽的粉红色 不过大概比不上伊索比亚的达纳基勒洼地 虽然这里有绝妙的风景 但是达纳基勒洼地可能是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 黄色 橘色和绿色的沙堆 是由盐 硫和铁所组成的 进而创造了这种 在地球上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美丽景色 然而这里的温度和有毒的矿物 使这个地方完全不适合居住 来到这里的研究员 甚至完全无法发现任何微生物 简直像在另外一座星球上 美丽却又荒芜啊 而这里也有一座充满生命的小岛 不过你大概不会想住在那儿 这座岛被称为蛇岛 岛如其名 上面充满了许多蛇 事实上 因为蛇岛上有太多的蛇了 尤其是毒蛇 因此巴西政府禁止任何游客进入该岛 不过即使没有禁令 也没有太多人敢去那座 只要刚上岸就会被毒蛇咬伤的地方 我猜 内华达沙漠中部的非喷泉之所以会出现 大概就是因为当地人嫉妒蛇岛这么有名 1916年 在当地人来这边钻水井之前 这里还只是一片沙漠而已 但他们很快地就发现这里不对劲 水井喷出的是沸腾的水 而且不适合饮用 50年之后 他们又尝试了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人类就是学不乖 对吧 就这样 热水持续从地底喷发 到了今天 这里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型间歇犬 并且有许多像是红色 橘色和黄色等等的颜色 让我们先来看看 其他不会咬你 烧你 或把你给压扁的地方 一起在宁静的森林中散步吧 我们前往的是日本 这里是阑山的琢娥野竹林 一座相当美丽的自然公园 你在这里会自然而然地把声音放低 静静地欣赏这片竹林 别忘了 打开你的耳朵 因为这片竹林的风声 是史上第一个获得官方认证的环境声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里距离京都这座 日本最繁忙城市之一的古都 只要半小时的车程 现在请深深吸一口气 因为我们要下潜了 我们现在正在水底 快看 是大蓝洞 景色就跟名字一样 这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这个巨大的圣穴 就在贝里斯沿岸 是相当受欢迎的旅游圣地 更是热门的潜水景点 大蓝洞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洞穴系统 来过这边的人说 潜得越深 景色就越奇特 也越美丽 不过当心了 鲨鱼也很喜欢来大蓝洞的 这里已经有很多次 公牛鲨和双继鲨的木鸡记录 来用毛巾擦干身体 准备来尝烤肉吧 地狱之门正为你而开 这里也是一个大洞 不过这次呢 是个在地底燃烧的洞穴 50多年前 地质学家在中亚的土护曼 发现了这里 并且感到相当的震惊 这里的地底 有大量的甲烷成绩 而甲烷呢 是一种高度易燃的气体 地质学家点火将甲烷燃烧 以防止气体扩散 从那个时候起 这个洞就一直处于燃烧状态 地狱之门的长度超过60公尺 其深度也超过30公尺 目前没有人知道 这场大火还会持续烧到什么时候 觉得太热了吗 那就让我们跟水母一起游泳吧 位于帛琉群岛上的水母湖 名字就说明了一切 在2005年 这里还有大约3000万只水母 虽然现今只剩下约70万只 不过最近数量有开始变多的趋势 游客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游泳 直到被水母刺痛为止 开玩笑的啦 这里的水母其实没有毒刺 所以很安全 至少在他们决定长出毒刺之前 都很安全 让我们前往更深的地方吧 下一站 哥曼洞 因为婆罗洲岛上的洞穴系统 是许多蝙蝠的巢穴 也许蝙蝠侠也会在这儿出现呢 这些夜行性动物会在晚上 从成千上万的洞穴之中飞出 可怕到让你怀疑自己 为什么还在这儿继续观看呢 不过如果你够勇敢的话 在你进入洞穴以后 你就能够赞叹 大自然孕育万物的能力了 因为这里的地板上和墙壁上 粘附着数公顿的蝙蝠粪便 而这些粪便成为数百万只蟑螂 寄生虫和巨型蜢的食物和居所 真是太美妙了 好 我得赶快闪人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 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 那么你可以来这里 玻利维亚的马迪迪国家公园 这里是南美洲最大的保护区之一 而且有着各式各样的动物 鸟类和昆虫 我只要没有蚊子就好了 不过你在这里的少数地方 可以看到野生的金刚鹦鹉 猴子 水豚和其他数十种生物 不过还是得小心 因为野生动物看到你 并不一定会开心 目前已经有游客遭到野生动物袭击的案例 你想要跟佛罗多一样 在中土世界探险吗 你的机会来咯 在冰岛 有一个叫做瑟利赫努卡吉格尔的休眠火山 可以让旅客进去里面一探究竟 不要将它跟另外一个恶名昭彰的冰岛火山 艾亚法拉冰盖搞混了 它的名字听起来很像 所以很容易误会 在瑟利赫努卡吉格尔火山 游客会被带到火山里面 并且在里面待上将近一个小时 近距离去参观火山岩浆的景色 冰岛人说 瑟利赫努卡吉格尔不会突然苏醒 不过谁知道呢 以防万一别忘了带上你的至尊界 从最低的地洞到最高的山峰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国的华山 这里呢 会被称为世界最危险的践行路线是有原因的 华山非常的高 非常的险峻 而这还只是践行 海拔2100公尺的高度已经让我犹豫不决了 而部分的山路只是沿着山壁所钉的几块木板 当你开始践行的时候 你得穿上安全装备 然后才发现只有单向路线 你必须一直往前走 然后才有办法下山 不过如果你够幸运的话 你就有机会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在入口排队 于是你决定要不要等上数小时 来走这段可怕的践行路线了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真正让你毛发植树的地方 这里是乌克兰的普里比特 如果你看过影集核爆家园的话 那你大概就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了 如果没看过的话 那做好心理准备吧 普里比特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都限制游客参观 但有些地区已经开放导览团进入 虽然很可怕 不过这里的风景有其独特的吸引力 一片死急的环境 使你下意识地收紧喉咙 此外 你还可以亲眼见证 当人们放弃整座城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大自然从人类手中收回曾经属于它的一切 沿着墙壁和灯柱生长的藤蔓 从水泥地冒出的树木和灌木丛 而这片荒芜之地的最引人注意的地方 便是那座生锈的旧摩天轮了 光看到这一幕就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哦